观众朋友早安 欢迎您加入今天的气象时间 今天的天气形态 其实会跟昨天略有变化 这变化在哪呢 主要就是北部的午后平地 这雷震雨的几率会降低很多 这降雨范围主要就会转向东南部的山区 但还是要提醒您 今天会比昨天更热 可能来到37到38度的高温 所以出门记得防晒跟补充水分了 即兴影像我们就看到的是台东的多梁车站 您可以看到目前天气非常非常的不错 所以这个周末假期 不妨再把握最后一天来出门走走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地面的天气图 您可以看到目前的话 在太平洋高压这边 其实它的太平洋高压是逐渐的来增强 所以代表的是午后的雷震雨会比较少 但是天气依旧是很炎热 那至于在南海到菲律宾海这一带呢 其实会有季风的低压槽 会从这个礼拜三开始慢慢的北台 到时候太平洋高压的势力也会往北跟往东来调整 也就是说台湾在东南部这边 到下个礼拜三这边就会有明显的雨势了 而透过气象鼠的图卡来看就更清楚了 其实您可以看到 今明两天因为环境吹东南风的关系 所以最后在迎风面的滑东地区 恒春半岛还有山区 要留意的是局部的短暂震雨 但是您可以看到今天跟明天 在北部这边天气就相对比较稳定了 午后的热对流几率会降低很多 那距离从这个礼拜二开始到这个礼拜五 刚刚有提到这太平洋高压会往东来减弱 所以午后的雷震雨状况您可以看到又会增加 这雨趋是明显扩大的 而至于在温度方面 这是要提供您及时的室外温度来做穿搭上的参考 您可以看到目前在北部这边呢 大概是落在27到28度 东半部地区的话大概是落在29度 西半部地区我们来看到的是台中嘉义 大概是落在27度左右 南部的台南就更热了大概是落在29度 所以您可以看到今天的天气 其实大致上会比昨天再更加人人一些些 气象署今天同样有发布高温警报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来看到的是在中午前后的部分 在新北市还有屏东县 可能会来到极端的38度高温 而至于在台北市 台中市以及彰化县 以及云嘉南还有高雄市 则是可能出现橙色灯号 也就是连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 最后气象小丁宁要特别提醒您 今天在出门的时候务必要注意防晒 也要多多补充水分了 北部的午后雷震雨虽然会减少 但是全台还是要盛防高温 而至于在中南部山区 短暂会有午后的震雨 所以如果有去山区的话 要特别注意自身的安全 另外是从这个礼拜二开始 会有季风的低压槽 慢慢的北台 但是会不会有热带扰动 都还需要再观察 以上天气资讯要提供给您 感谢观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